即影跡有相機最吸引大家的地方 除了可以即時拿到照片之外 拍得出一張有質感的相片 也是其中一個賣點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 兩個用手機去影即影跡有相機的Apps給大家 這個Apps拍出來的相 應該是我見過最次即影跡有相機拍出來的相 只要你打開了Apps之後 按音量鍵那一邊 它就可以拍照 在拍照的時候 它還會像即影即有一樣 有發門聲和出相機的聲音 然後你拼一下手機就可以快點見到照片 但很可惜現在這個Apps是要收費的 如果大家真的對它有興趣的話 不妨多點留意一下 因為它有時候都會推出限時免費 接下來我就要介紹一個免費的Apps 這個Apps的介面 跟大部分即影即有相機Apps一樣 非常之簡潔 白色原型的位置就是關門鍵 然後關門的下面就是前後鏡頭的切換鍵 而右手邊這個就是相簿 而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可以拍到雙重曝光片 沒有但非常之簡單 首先你在翻門鍵的左手邊會有一個按鈕 然後你按下去 再先後拍兩張相片 那你系統就會將它們自動合成做一張雙重曝光相片 謝謝啦